我們加上那個片頭 就是在影片的開頭處 我們要加上一個片頭 片頭的話在這個T這裡 T文字這邊 我們切換到一般這邊 有四個 然後選一個 像我要選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左邊會遮住 右邊會看到背景 就是影片 我把它拉下來 拉到文字軌T這邊來做 你不能在這邊做 有同學會在這邊進去打字 就變成一個樣板在這裡 字永遠都在這邊 不對 要把這樣板拉下來 T文字這裡 然後去改裡面的內容 好 那我們的 我們的片頭的那個 歌名在資料夾對不對 好 你要從 照桌面去找 然後你可以按鍵盤的視窗鍵加D 就是那個Ctrl跟ALT中間有個視窗鍵 很像窗戶那一個 然後按D之後它就回到桌面 好 那我們打開這個歌名 要打開來才看到的 才能複製 好 把它複製好之後 回到我們的魏導演 好 然後要打開這裡 點兩下進去裡面 好 然後把原本的這個字 滑鼠移到線上面 它會呈現四個箭頭是移動 移動這個文字框 那如果呈現雙箭頭是放大縮小 好 我把它四個箭頭移動上來對不對 好 把原本的字框起來 那你剛剛有複製了嘛 所以我就按右鍵把它貼上 是不是又貼進來了 好 滑鼠移到邊邊 就可以這樣拉縮小 有沒有 這樣可以移動 好 那原本這個英文的這個 我就點框框 Delete 刪掉 不要 好 那這一塊呢 顏色 我改一下 點框框 它會出來在這邊字形 好 這個A是字形 字的形狀 有同學會選到那個有小老鼠的這一種 它變成直的 有沒有 它變直的有沒有 你這裡旋轉一下它就變成直的囉 這樣子 有小老鼠這是直的 直書 好 那我要橫的我就選這個 好了 顏色 點進去 然後選顏色 確定 它就變了 好 V 是粗體字 好 I 是斜體啊 好 不要的話再取消 好 然後我要加上外框 所以勾勾勾起來 好 然後顏色 顏色你可以點這外框進去 這字 好 白色嘛 可是我的粗細 來 外框那個白色我要粗一點 這樣比較明顯 好 這個是字的字形跟顏色 它在基本模式這邊 那要給它動畫啊 好 切換到這個 進階模式 好 進階模式這邊 左邊 左邊 好 這裡有特效 有沒有 中間這裡 特效 那開始特效 把它打開來 它原本呢 我們先看一下原本是怎樣 原本按Play播放看看 原本是由後面往前開出來有沒有 好 我想要從這邊出來才好 好 你可以選一個樣式 好 來 先點 先 暫停吧 先 暫停吧 選一個 點框框 然後選 向右插入看看 好 比如說我要這個 好 不錯 從右插入進來 好 選好之後 好 確定喔 確定它都套上去了 所以字的顏色還有動畫 都套上去 有沒有 好 聲音我要把它關起來 好 再播放看看 好 這是片頭的部分 好 你試試看這個片頭 好 以上